首发就多半差评 卧龙 苍天雨落 孔城近年来最差的3A大作 发布了仅仅不到一天的时间 Steam上就多半差评 说实话真没见过这么敷衍的游戏公司 而且这公司还是当初做出人亡一和二的公司 明明这两部游戏做得这么好 做个同类型的卧龙 怎么就做成了一坨答辩 甚至再过分点说 卧龙就是人亡换了个三锅的皮 而且三锅题材一看就知道 受众用户是日本和中国玩家 换个皮都这么敷衍还做得这么差 想要好评几乎是痴心妄想 就算重心放在人亡三上 也不应该在卧龙上这么敷衍 差评中大部分都是喷优化差的 说PC移植的跟拖答辩一样 鼠标视角移动起来非常沉 这个问题试完版的时候就有了 现在正式版发售还有 妥妥的没把玩家的意见听进去 不是人人都有手柄的 还有type和shift的交互 很容易换出Steam后台的好不好 打着打着就切到了Steam 非常影响游戏体验 你这名字叫卧龙陨落 说的不会就是你们公司吧